我喘一個 我有恐懼症 藍色轎車因為違規左轉被攔查 員警一靠近駕駛就說自己有恐慌症 還快喘不過氣 我有恐懼症 真正你不要這樣把我拚了 我沒有把你拚 我把你拚什麼 我也是好好的跟你說 還是要問你叫我叫我車 駕駛疑似恐慌症發作 嚇到忘記身分證號 控訴警方逼人 甚至打電話向友人求助 要叫我補心情 我就說不怕 怕一個 你進了一家 我沒有把我拚到 原來不怕是受 一開始遠景也很緊張 但駕駛居然連名字都不記得 察覺有意 強制請下車 怎麼說 我報啊 你報 你報 對啊 通証 原來是被通氣 異想天開 裝病躲避茶器 事發地點就在高雄人物 9號凌晨 遠景看見車輛違規左轉 上前盤查 發現裝病的駕駛不止被通氣 車上還藏有毒品 體驗喔 全案 低毒品 通氣 及違反 毒品我要搞出條例 一送偵辦 違規被鎖定 通氣心虛 裝恐慌症 想逃避 車上藏毒被抓了現行 跟原景演戲演半天 還是逃不過被捕命運 記者蔡雙吉 郭義貞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 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